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语速真的是非常的让人震惊 第一次知道说话还可以这么快 让他有了名嘴的称号 朱丹近些年已经离开了主持的工作 相信他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吧 在舞台上他俩是黄金搭档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俩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都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华少在中国好声音的主持 让他一举成名 而且不仅是他的事业非常成功 现在还有一对儿女 着实非常让人羡慕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 大众面前曝光过他的私生活 这样也是在保护家人吧 他家的装修风格格调还是非常高的 厨房选择了白色的墙砖 运用了大理石做厨台 而且还有木质的橱柜 大理石给人一种非常好层次感 而且非常的大气 而且大理石的美观性能还是很强的 而且非常的实用 大理石和木质的搭配 会给人一种非常剪辑的感觉 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衣帽间 毕竟是主持人 一定会有很多出席场合的衣服 在衣帽间中 柜子全选用了原木色的石木质的款式 让整个装修有了质感 家中还有一个小型的健身区域 你们的健身系材还是非常丰富的 装修也是挺让人放松的风格 朱丹在近些时段都不怎么能看到 他家的装修风格就会比较简单的 而且非常的小清晰 厨房中厨柜选择了象牙白的颜色 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时尚 客厅装修成简约风比较现代 而且还摆放了一些比较复古的装饰品进行装饰 那更加给人一种文艺小清新的感觉 在客厅的旁边有一个家庭版的健身房 虽然是家庭版的 但是健身房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里面的健身器材也是非常齐全的 一个主持人和演员都需要健康的身体 主持人和演员都需要健康的顺利